史上最尴尬冬奥会 习近平将现身开幕式 西方运动员宣布缺席 北京冬奥会已拉开序幕 官媒报道指 习近平将出席在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开幕式 但外界对本次奥运会的各种争议始终不断 抵制声中 习近平出席冬奥开幕式 据中共官媒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中国国家体育场举行的北京冬奥开幕式 并宣布本届冬奥开幕 习近平也在国际奥委会会议中 称中国以为简约 安全和精彩的奥运盛会做好准备 中共官媒新华社的报道还特别强调 习近平今天透过视讯向国际奥委会第139次全会开幕式发表致辞时 指目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世纪新冠肺炎病毒疫情叠加 人类面临多重困难 外媒报道指 作为对美国 英国和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外交抵制的回应 北京上周公布了一份将出席奥运会的20位世界领导人的名单 除俄罗斯总统普京之外 还有包括沙特阿拉伯 巴基斯坦和阿联酋等国 欧洲方面则有波兰和塞尔维亚 就是否加入美国等国家外交抵制冬奥行列态度态度不明确的德国总理肖尔茨周四宣布 不出席北京冬奥 但未说明原因 法新社报道援引观察说 与2008年盛大的首次举办奥运亮相相比 此次冬奥会民众的热情和参与感其实很低 报道引述法国里昂商学院的体育专家西蒙·查德威克观察说 中国中共正试图降低奥运会的温度 其原因是 几个月来北京发现自己处于了人权争议的中心 尽管如此 评论认为在全球疫情蔓延 国际抗中 气氛环绕下 此次北京冬奥注定是一场无法被忽视的奥运 日本知名经济评论家门仓柜时却在相关新闻下留言 大叹北京办冬奥就只是想象世界炫耀国力 但这其实已造成全球环境的负担 史以来最不环保的冬奥 运动员安全受到威胁 先前已有不少外媒爆出 北京冬奥将成为100%使用人造雪 没有天然雪的首届冬奥 法国世界报曾痛批认为 虽然北京当局总是吹嘘自己使用的是绿色技术 但这届冬季奥运恐怕将成为 有史以来最不环保的冬奥 今天门仓柜时在日本雅虎 冬奥相关新闻下方留言 明确指出由于天气因素 能够举办夏季奥运的城市 和举办冬季奥运的城市 通常都不相同 除了北京之外 中国明明就有更适合举办冬奥的城市 但为了向全世界展现国力 还是刻意挑北京当举办城市 人工造雪需要大量电力将大幅增加成本 也将对地球环境带来负担 今天日本队报告说 日本单板滑雪运动员吉祥利娜 星期四在北京奥运会训练期间 挤住严重摔伤 将无法参加大公翻和泼面滑雪项目 引致摔伤原因尚不清楚 但美国运动员指滑道人工雪 致使道面有硬度 缺少自然雪松软 据美国单板滑雪运动员杰米 安德森 詹米安德森 承认在坡道上训练时感到害怕 他说滑道表面非常硬 杰米安德森是两届奥运会冠军 他说 我认为大部分滑道表面都是人造雪扑洒的 所以他并不理想 安德森还说 你肯定不想在上面摔倒 因为北京冬奥会是第一届 几乎完全依靠100%人工造雪的冬奥会 北京是中国最干燥的地区之一 为了造出能够覆盖雪道的雪 动用了100多台造雪机和300多门雪炮 根据英国拉夫堡大学的一份新报告 冬季奥运会的未来正受到气候变化的威胁 运动员的安全可能会受到威胁 报告的合著者 拉夫堡大学的运动生态学家马德林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在冬季两项 越野滑雪或任何自由式滑雪项目中 运动员在空中翻滚和下落 你会希望地面更远一些 人工雪的问题是70%是冰 而天然雪只有30%是冰 所以它的表面要坚硬得多 批评人士说 索气和北京的气候都不适合举办冬奥会 但即使是传统上举办奥运会的高海拔山地滑雪胜地 也因气候变化而面临风险 奥尔表示 人工雪也会对环境造成破坏 他说 当你把人工雪放在一个根本没有自然雪的地方 比如北京 你就把大量的水注入了一个土壤和植物 都没有预料到有这么多水的地方 而之前的研究表明 这可能会对当地野生动物造成损害 拉夫堡大学的报告警告说 到2050年 到目前为止举办过冬奥会的度假地中 只有不到一半的度假的能降雪量 火炬传递手身份激怒印度 宣布不派外交官出席 在开幕前夕 围绕冬奥的各种争议并未减弱 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受伤的中共军人 也就是中共塑造的所谓戍边英雄奇发宝 参加此次冬奥火炬接力活动 引起印度朝野的不满 及印媒的广泛报道和谴责 并宣布宣布不派外交官出席 2月3日 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巴格齐 Rindam Bakshi宣布 印度驻北京外交使节将不会出席 东奥开幕和闭幕式 官方指 当年发生在中印边界加勒万河谷的冲突 造成至少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国士兵死亡 严重损害了中印关系 而一些西方国家因中国供人权问题 而对东奥进行的外交抵制时 北京曾多次给予谴责 强调体育不应与政治挂钩 但派军人担任火炬手的做法 被批与其宣称相矛盾 联合国秘书长为中共站台 此外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 巴赫等 也将出席北京冬奥会 特雷斯此前曾表示 此次访华并非政治性质 而是出于必须坚持奥林匹克理念 巴赫在三日的讲话 再次试图扫清围绕冬奥环境一体的争议 强调赛事的政治中立性 尽管人工造学对水资源的影响 引发了许多问题 但巴赫周四讲话 仍然强调了此次奥运能源供应取资 可再生能源的环保贡献 并提到欢迎国际社会对奥运的大力支持 尽管美国等国对北京奥运进行外交抵制 但联合国还是一致通过有关奥林匹克休战原则 汉人权 西方运动员宣布缺席 美国力挺 活动人士表示 至少有两支西方球队的运动员已经确定 他们不会参加开幕式 运动员们因面临中共政权的抓捕威胁 以及来自国际奥委会和赞助商的压力 以通过缺席开幕式表达对遭迫害群体的同情 直到冬奥会结束后再公开解释 自己为何缺席开幕式 在美国国务院2日的例行记者会上 发言人普莱斯·Led Price回答提问时表示 美国政府没有派官方代表出席冬奥 但也没有如同中共党媒传播的假消息所言 策动全球运动员抵制冬奥 普莱斯再次强调 美国选手有权在符合奥运精神与章诚的情况下 自由表达意见 包括促进人权的言论 一名国务院发言人的消息指 官方还与美国奥委会签订了谅解备忘录 以防任何美国公民在奥运会上被拘留或骚扰 运动员可能杯葛开幕式和闭幕式一事 似乎已经引起中共当局和国际奥委会的注意 台湾代表团上周宣布运动员不参加开 闭幕式后 国际奥委会几次向台湾奥委会施压 最后迫使台湾改变了决定 本周中共党媒开始散布谣言 声称美国政府正在付钱给运动员策划扰乱冬奥会 美国政府则指控中共党媒及假信息 转移外界关注中共迫害人权的视线